第九題 在小角度的單擺運動中 往復擺動一次所需的時間 和下列哪一項最有關 往復擺動一次所需的時間就是週期 我們在單擺的等時性學到 要斑擺的週期 與擺垂質量與擺角大小無關 直與擺長有關 擺長越長週期越長 所以我們知道 與這個擺動一次所需的時間 最有關係的就是擺長 所以第九題 跟我們說 往復擺動一次所需的時間 和下列哪一項最有關 我們答案選的是C 擺線長度